戏令的身段 唯美的曲牌 李天洛大师一生成就非凡 1931年成组一晚燃戏班巡回演出 成为戏界风云人物 与小心缘雪王并列为北部布袋戏双绝 曾被指定为重要民族艺术艺师或无数奖章 一生对布袋戏的贡献与成就备受肯定 剧团也不忘传承后代 布袋戏大师李天璐 徒子徒孙满天下 各自发展各有所长 你能够找到这套路吗 慢的动作 比如说这个动作我还是不会做 走路的动作 慢的动作比较困难 快的动作比较好 老婆可能跟人情好一分 要拍 都拍到 说什么 我还让你知道 师父说你都在交女朋友 对啊 不认真 当然嘛 跟我老是一样 连外国人也慕名而来 就知道李天璐大师多有名 还有人把客家山歌入戏 呈现更多元化表演 三公主 心愧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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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名就叫山婉然 黃武山花心思 改變形態改變演出方式 就盼吸引更多人加入 欣賞布袋戲的行列 其實布袋戲它也是一個實體啊 它是木頭雕刻的 那你木頭雕刻 你就手就可以 有沒有伸進去 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就像人一樣就可以動啦 你可以走路 轉身 有沒有 甚至可以自己講話 你可以講 大家好 我叫做黃武山 你就聲音和動作 要去配合 它就真的多了很多很多的細膩感 是啊 就很好玩啊 一直都覺得很好啊 所以才會去慢慢 才會去一直到現在都在做推廣 一見面就先來點花招 別看動作很簡單 光靠手在戲偶裡頭操作 要做到如此細膩 很難 這很簡單的動作 跑步 甚至還可以後空翻 這樣就接起來了 波大戲偶身段超吸睛 這就 五音腳 大小朋友都難抗拒借股魅力 我會跟小朋友講 你現在會丟一圈 你可以右邊到左邊 小朋友就很興奮 左邊到右邊 你就可以讓小朋友這樣一直玩 甚至還可以輕功 其實小朋友 他其實在丟的當中 他可以感覺自己 手的跟戲偶之間的重量啊 去感覺 我覺得就是讓小朋友去體驗 從小師誠國寶級布袋戲大師 李天璐兩位公子 承襲黃與李全燦 學習傳統布袋戲記憶 小學四年級時 成為李天璐第一代徒孫 翻轉了他的布袋戲人生 客家人比較喜歡唱三歌 豪衝閃狗 客家的文化 客家的元素 除了語言之外 你也可以用音樂 音樂很重要 因為這個世界 世界上音樂都是流通的 客家的音樂其實很豐富 對 所以我就慢慢把它加入進去 融合傳統與創新 為黃舞山的布袋戲 開啟了整新的一頁 走路就這樣 小丑走路 只要這樣走 就是要協調性啊 1 2 1 2 1 2 要快一點 甚至轉身過來 1 2 1 2 一切準備就是 就出拳 欸欸欸欸 欸 有兩個人 然後接招 還有 還有 神的好啊 熱身完畢 就等好戲登場 天啊 天啊 祖國祖 是 拆喊 所有 還有一隻 洛湖 共用寺廟 一座便便 防衛建祖國 其中 台灣的茶 白皮爽 後 去買茶 三葉夢 上傳 韓國 鼻子 三葉神 三葉神 華麟強盾 雄雄盾 沒什麼 不然我去三葉 看來六葉 沒救十八重啊 老戲新鞭融入創意 不少橋段都是笑點 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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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 你講 你是啞巴 我講 你講 你是啞巴 不是啦 講 你 啞 不是講 啞巴 語言在這裡 變得更有趣 就靠國台客 外加英語 四神告 也能逗得觀眾哈哈笑 欸 這裡啊 他們阿倫 當時的回來啦 當時的 滴答滴答答 他改滴了 怎麼說 滴答滴答答答就是 滴答揮秀主 滴答揮秀主 聲音上男生的揮秀主 害羞啦 這條位喔 比較稀奇古怪一點啦 欸 在唐語是英文喔 英文喔 英節一百喔 英文 英文又慢過 欸 欸 欸 Bird bird 會 和 husband combat 蛤 我敢再跟他 再說一遍 哇 你幹嗎 高演張 麥正 超 超 我是本身客家人 可是沒有看過客家的歌仔戲 然後覺得滿有趣的 然後融合一些傳統的東西 跟現代的東西 然後參加一些英文 滿有笑點 就是看到實際上 就是舞台的那些設定之類的 看戲看門道 尤其客家山歌 會唱得幾乎年事都已高 但山晚然劇團中 學古典音樂出身的這位歌手 可是很年輕 三位安將 如果像Tempo或是語氣部分 我覺得是互相配合 有時候其實像 譬如說操作小蛋的時候 其實它是聽著我的聲音 然後去做小蛋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有互相的 多年配合下來 團員間默契更緊密 一個眼神就知道 接下來該怎麼做 反應要很快 因為像一剛開始 有時候會出錯 那其實人家都說 後台會比前台好看 是因為我們可能在後台 會使顏色啊 或者是 可能他臨時忘記了什麼 我們可能要提醒 其實不管是我歌唱的部分 或是像樂式的部分 我們其實 大家都是會在後面 互相的使顏色 OK啦 很無常的領導 他是所有樂隊的指揮 然後也是串連連接演師的一個重要的角色 你剛才看到你有在跟他施了眼色 對 就是要頂導他們 然後一邊把演師或老師的心感帶給樂團 曾是台灣最恐的庶民文化 如今附帶戲隨著時代演變 儘管市場變小許多 但還很多人繼續傳承 最擔心的莫過於人才斷層 那我們以前就是會一直這樣斷層的問題 文化藝術是不會滅亡的 像例如說不管我們以前聽到的 各種文明 國家文明 或亞特蘭提示什麼的 他們都是有存在的文明價值 那其實我覺得政府其實在這方面 其實真的要多加推廣 它只要是值得人家讚嘆的 或是值得人家珍惜的表演藝術文化 我們都應該要被珍惜 讓傳統戲曲被更多人看見 不少年輕樂師懷有使命 忙碌工作的同時 他們只希望引以為傲的傳統戲曲 能繼續傳承下去 千萬別輕易斷層